在很久很久以前 周穆王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皇帝 有一天 一个临近的小国 送了一个名叫艳师的工匠给周穆王 艳师 你有什么本事啊 回禀代王 我会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 哦 我已经制作了一样东西 准备献给代王 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会跳舞的假人 我特地带他来表演一段歌舞 给代王欣赏 周穆王后宫的美女 听到了这个消息 都跑来观看 不久 表演开始了 快叫他跳舞 快跳吧 你看看 你看他的动作多好看 表演真是太好了 对啊 太好看了 你记得这么好看了 对啊 妹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哪 他的动作真是千变万化 完全不像是个假人 好 再跳一个 这个顽皮的假人跳完舞之后 居然对着周穆王身边的美女眨眼和招手 周穆王这下子可气坏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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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两个骗子拖出去斩了 大王息怒 大王息怒 这是假人呢 胡说 假人也能像真人一样 做出千变万化的动作和姿态吗 我不相信 大王 我可以证明这的确是个假人 说着 叶师马上把那个人的头 身体和四肢一一拆开 大王请看 这个人是用木材 树皮和各种颜料制作而成的 哈哈哈 厌师 你的手艺真是高超啊 好 有赏 有赏 哈哈哈哈 千变万化 这个成语是形容事物 现象或姿态变化很多 例如 假人也能像真的人一样 做出千变万化的动作吗 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 我听人家说 人死了以后 好人退上天堂 嗯 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呢 张三和李四在同一天死了 他们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 一下子就来到了天上 怎么 这鸦雀无声 一个人影也没有啊 嗯 哎 这里是天庭 当然是冷冷清清的啦 哎 为什么 只有好人才能上天堂 天底下的好人毕竟不多啊 我们都是好人 好人 来者何人 来报上名来 在下张三 叩见老神仙 在下李四 叩见老神仙 嗯 张三 李四 在 你们能够来到这儿 表示你们都是好人 好 你们就留下来吧 多谢老神仙 可是 老神仙 我 李四 你怎么了 老神仙 这冷冷清清鸦雀无声的 还是人间的繁华日子比较好啊 是啊 人间 人间有什么好呢 人间可好了 人间的景色是千变万化 市场上所卖的东西 吃的穿的用的 是包罗万象 应有尽有 还有啊 街道上是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 热闹极了 嗯 是啊 我现在也怀念起人间的生活了 请老神仙 让我们回到人间去吧 好吧 我答应你们 你们现在就马上回到人间去吧 多谢老神仙 慢着 我问你们 到了人间 你们希望成为 不断地把自己的钱菜 送回别人的人 还是 不必做工 便有钱用 有东西吃的人呢 这两种人 你们一人选一种吧 不必做工 就有大把钱用 有好东西吃 这岂不是 想尽了人间的荣华 富贵 富贵荣华吗 做这样的大财主 岂不是比当神仙还强 老神仙 老神仙 我要做 不必做工 就有钱用 有东西吃的人 庄三 你呢 我 既然他已经选好了 我 我只好做个 不断地把自己的钱财 送给别人的人好了 好吧 你们都能如愿以偿 去吧 迷迷糊糊之中 张三和李四 都回到了人间 张三成了一个慈善的大财主 他不但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 而且还经常把财物 施舍给穷苦的人 李四呢 他以为一定能成为大财主 想尽荣华富贵 可惜 他错了 他成了一个乞丐 每天接受别人的食物和钱财 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 也可以说成富贵荣华 这是指有钱又有地位 例如 他是个大财主 终生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练习时间 形容交通方便的成语是 四通八达 形容交通繁忙的成语是 穿流不息 穿流不息 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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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变化很多的成语是 千变化很多的成语是 中文字幕志愿和声